比如說這個範圍,它不是固定的 不是固定的話,我有什麼方式? 你會發現現在固定的,那這就抓不到了 所以我們可以用追蹤的 那怎麼樣追蹤?前面有講過的東西可以把它融入進來 比如說在 其實我的習慣是做一個按鈕,按右鍵 那這邊有個指定聚集在按編輯 它一樣會跳到VBA的那個位置 那你就不需要去找了,這也是一個方法 然後我剛剛提過就是那個範圍不固定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那個7 這個位置假設是會變動的話 那其實你理論上就應該把這個7這個數字 改成一個變數 用變數來代替它 至於那個變數的名稱要叫什麼 我想你可以自己取一個名稱 我的習慣是會用一個 簡單的名稱,比如說用R R來代替,也許簡稱就是R R的那個變數名稱 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個R怎麼來的 我用追蹤的 也許就是 游標放在A2,Ctrl向下 去追蹤 那還記得吧 放在這邊 Ctrl鍵按住向下 它會跳到哪裡呢 A9 有沒有 那這個方法的話 如果你要在VBA裡面實作 它 就大概同樣的 道理啦 就是游標放在哪一個呢 放在Rrange 其實Rrange除了可以指一個 範圍之外 也可以指某個儲存格 那當然你也可以用Sales啦 不過用Sales 它比較 敘述起來我覺得沒有Rrange那麼直覺 因為Rrange可以打一個A2嘛 那如果你用Sales 你變成2.A 那其實相對的還是沒有那麼直覺 用那個Rrange會比較直覺 點什麼呢 向下偵測它的範圍 所以會有一個End 哪個方向呢 前刮弧 向下Excel Down 抓到之後的話呢 返環給我它的列號 有沒有列 的屬性嘛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呢 它向下偵測的邊界 有沒有 就會捨得到一個列 那列的話呢 就回來就是第9 9就丟到R OK 第一個應該可以 應該沒有問題吧 這個地方 抓到一個R的變數 那這個數字呢 會隨著你現在資料增加而增加 減少而減少 OK所以這個是 會改變的 OK 那 再來你如何把它取代掉 你不能直接把R放進去嘛 它的概念 跟那個前面很類似喔 第一個你先把7刪掉 可是它少一個列號怎麼辦 再用串接喔 因為 自串跟 變數要串接喔 跟前面好像Excel裡面一樣 你要End 這個連接字串串接 串什麼呢 串一個R就可以了 好 這樣就OK了 寫完了 這個時候 它會幫你G G沒有對不對 它會幫你把9放到這邊來 那9 跟這個字串 因為9是一個數字 跟一個字串 要串接的話 中間必須有一個什麼 End符號 那因為9放在這邊 它是一個數字 它看到前面是一個字串 有沒有而且是一個連接符號的話 它會自動幫你把原來的9 9本來是一個數字對不對 它會自動先幫 VVA很聰明喔 它會自動看到這個之後 自動幫你把它轉成這樣子 就是變成文字的9 然後呢 再把它跟前面這個文字串接 所以就變成A1 G9 串在一起 有沒有 那以後這個數字如果變動 它就跟著變動了 然後呢 後面都一樣 所以做完之後的話 好我們來試一下喔 其實就改了兩個地方 1 取得 最向下偵測的位置 2把原來的7改成R OK 來試一下喔 這地方如果做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OK呢 這個 按一下它 有沒有發現 按例上說這個 不過你會發現 這個清除就不OK 為什麼 因為清除 剛剛沒寫 那如果沒有寫的話 這個地方當然 你就可以 可以把這個地方 一樣 就是自己再做一個啦 就是這個可以怎麼樣 Ctrl C 然後這邊的話呢 把它 Ctrl V貼上 然後這邊的話呢 就是再做一個 Delete掉 然後And and R 這樣子 有沒有 一樣嘛 所以做完之後 這邊把它 再一次 就清除了 不過這個紅色好像 現在做的話也不會 OK 因為 還是要在做 不過你會發現喔 這個做完之後啊 你會發現 其實很多地方 都會有一個 都會需要個R 那每個地方都寫 感覺好像這樣 不OK啦 但你 每個地方都寫 其實 也是可以的 只是說會感覺 重複的地方 太多啦 所以類似像這種狀況的話 恐怕你可能 假設啦 如果這個每個都要用的話 這時候你可能就 把它不要放在 所謂的區域變數 那所謂的區域變數 指的是這個區域 如果你要把它變成全域變數的話 全域指的是喔 全部的 這底下通通可以存取到啦 那你就會把這個解下來 放在哪裡呢 放在最上面 哪多上面呢 反正就是第一行的位置 上面不能還有東西啊 你不能說 放在這個的中間 不行 你一定要放在 反正拉到最上面 第一行的位置貼上 這個時候這個R的話呢 它會自動幫你一條線 表示說 這個它已經low到最上面了 大家都可以共用的地方了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不需要再多一個R了 你只要改什麼呢 底下的話 你就是只要把這個複製一下 然後把7有沒有 把它貼上 這樣貼喔 我習慣這樣貼 OK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 或者你甚至啦 你可以用取代的啦 不過我想 資料不多啦 如果資料多的時候 程式喔 或是直接把它貼到那個 記事本然後讓它取 或者直接在這邊取代也可以啦 然後 其他的話 這邊也有7 所以把這個地方呢 如果全部做完之後的話 R不需要R一個就可以了 把它放到最上面 然後呢 其他的話 不對 這底下不能改 OK好 改這兩個就OK了 好改完之後 我們來試一下 清除 XL down 把它low到最上面的話 不正確的外部程序 那有可能 他這個好像沒辦法放在 最 XL Done 沒辦法放在最上面 這再看看好了 請各位先試一下好了 就是剛剛的部分啦 我想如果你分開 每個都放一個R 或者 等一下我看一下 能不能放在全域的位置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好 把他宣 宣告在全域 好像有點問題 我們就還是放在區域變數裡面好了 所以變成還是 沒辦法 暫時先 每個地方 可能還是需要一個R 每一次都要去偵測一下 這個 全域的好像有問題 那不然就先還是一樣 放在那個 每一個 Sub的 上面 一樣還是去偵測 變成可能每一次 對每一次執行的時候再去抓 因為每一次可能會改變 那這樣子的話 當然多一個R在上面 然後 每一次就去抓一下 他的最下面 列是哪一個位置 不是說的 的 雲 雲